大家好,這是小米手機6 小米6在19號剛剛在北京發布的小米手機旗艦 可以看到它是6GB加128GB的陶瓷噸響板 它的一個正面是很圓潤過度的2.5D的玻璃 然後五孔式的指紋 轉到背面可以看到光澤非常的漂亮 它是一個全陶瓷的背蓋 那它的特色是四曲面的陶瓷背蓋 在Logo的地方跟雙鏡頭的部分 都是屬於一個18K金鍍金的圓環 所以顯得到非常的高貴好看 另外在手機的部分 它是一個600尼特的高亮的螢幕 它支援一個4096階的調校 所以你看當我亮度壓到最低的時候 僅僅只有1尼特 所以在夜間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自由的調動你的手機的亮度 在硬體規格的部分 它是採用了目前的旗艦 Qualcomm Snapdragon 835的SoC 那它的RAM也是6G ROM有128GB 所以整個規格是非常高階的一個規格 那我們看到鏡頭的部分是一個雙鏡頭 一個是廣角鏡頭 帶著四軸的光學防手震 那右邊是我們的一個兩倍光學的景深鏡頭 它的變焦是支援兩倍光學 那實際上如果你在手移動對焦區的話 最多可以做到十倍的光學 但它是一個模擬的變焦 那實際上光學是兩倍 它比較特別的是相機 我們直接設定了一個人像模式 只要你在上面點擊這個人像模式 在大概兩公尺的距離左右 你拍人 它就可以自動幫你形成一個景深效果的照片 那效果非常的好 這是我們最新發布的旗艦 小米手機6